现在咱们来处理在切割过程当中遇到了一些问题 然后还有一些这个解决方案 首先开始切割 现在是什么情况呢 就是说预热没有预热好 直接按连接键让它暂停 等到这个钢板烤红之后 再继续按连接键 现在可以切割了 在切割的过程当中如果发生断火 那么直接按菜单 菜单上键 按的时候呢机器封线关闭 然后沿着原来的轨迹进行倒退 一松手它就封线继续出来 然后按着原来的轨迹继续走 当走到你那个起火点的时候 暂停 然后再为连接键 它就开始直接切割了 到这个连接起火点 也要暂停一下 烤热之后 再连接 让它继续切割 这是倒退 在切割的过程当中你可以改变它的切割速度 按暂停 然后按菜单上 找到 这一个是第一号键 一号键来管 一号键呢是设置出风延迟 二号键呢 就是往右键是下料的速度 上键是移动速度 下键呢是预热延迟 如果我们想改变 比如说下料速度 那么按照这一个往右的 找到下料的速度 按上三角 调整它的速度 这个是加大 这个是减小 调到合适的速度 按确认 就是设定好这个速度 设定好速度之后 然后按连接 机器继续切割 再按一下是暂停 如果切的过程当中 不想再继续切割了 那么按确认键 返回到机器的工作原点 到70点 还有一种 如果想切割钢板 想把钢板进行切割 那么现在比方说 我们移动到一个位置 我想把这个钢板 从这个位置直接切掉 先移动到边 然后 按圆点 选择第二个手动停止 按确认键 然后 我们想往这边切 那么直接 按往右的键 它就开始切割了 没有氧气了 没有氧气了